公子 你快点吃 一会儿邵夫人就回来了 码头远着呢 哪那么快 带给我来一遍 邵夫人 您回来了 你 你 你怎么回来 公子怎么样了 公子他 公子他挺好的 公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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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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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你怎么回来了 你们都出去吧 是 九思 芸汝 你不是出去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郎君 郎君现在觉得怎么样了 还难受吗 没什么事 死不了 去忙吧 郎君 郎君你可不能死啊 郎君若是死了 我岂不是还没当上高明夫人 就成寡妇了 放心 我会好好扶着 郎君 莫南呢 郭南还有事 那先出去 郭南不在呀 我还以为桌上的烧鸡 是他吃的呢 那既然不是 郭南吃的 我不是啦 就是他吃的 那是 淡淡地吃完走 好啊 这个慕南 我以前以为他是个忠心耿耿的 主子都快咽气了 他居然还没心没肺地吃烧鸡 吃完还跑了 这样的人屋里留不得了 郎君 我这就吩咐下去 把他降为三等家仆 去小厕所 你 少夫人 少夫人饶命啊 我鸡不是我吃的 烧鸡不是你吃的 那是谁吃的 老人别胡说 是郭子 胡说 公子都伤成这样了 吃得下烧鸡吗 你活到这儿 那 来人 都 都是郭子装的 郭子早就好了 他每天挖的 都吃烧鸡和酱肘子的 是是外面的花汤里 都挖的都是骨头 你活到给我 顾酱丝 acá 我不是答应你 要好好活着吗 我这也是 你就是 你就是 属于信手承受的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还说什么呀 都很好玩是吗 这些日子 我愁得吃不下睡不着 生怕你有个三长两短 你倒好 你整日除了逗我 你还会什么呀 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 解释 快解释 解释什么呀 好歹也是病人 你真打我呀 你要不还是打我们 你别哭啊 你要不还是哭吧 你这半哭不哭的 我更害怕 刘云如我错了 我 我错了 我不是故意 是故意闯了你 我